你们今天夜班一定要重点看护 七零腰的病人 好的 高院长 好 你去吧 高院长 雨晴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爸心脏病犯了 做了手术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主导医生是谁啊 是许医生给做的 现在已经在恢复阶段了 那就好啊 我对清风的医术很有细心 那这么着 我跟你回病房看看你父亲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一定要来找我 那我将来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 不客气 王叔 怎么还不来查房啊 着急了 想你去得慢慢来 去 让我说 我 我可没通议咱们规律 跟那个小子处对象 我就是问问我的病情 爸妈 高院长来了 高院长来了 来了 快 坐 坐吧 坐吧 来 我遇到雨晴 我才知道 我还进医院了 怎么样 现在好点了吗 挺好的 挺好的 高院长啊 上一次您亲自登门为我看诊 这回您又特意来看我 谢谢 真是谢谢 老关 我欠这雨晴天大了人情啊 要还得还远远不够呢 不是 雨晴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别问了 没事吧 雨晴 都不是外人 没什么好隐瞒的 徐清风是我的儿子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一些矛盾和误会 他妈妈跟我离婚了 清风不愿意面对我 就递交了转业申请 他现在能够留在咱们 燕西医院 多亏了雨晴啊 那个高院长 您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是您的福气大 雨晴 您别太客气 雨晴能帮上忙 是好事了 不算人情 雨晴是个非常优惠的 优秀的孩子 我一看见他 就非常喜欢了 是吧 希望雨晴能够跟清风 好好相处 那行 老关 那我就忙去了 好 雨晴啊 还是那句话啊 有事随时找我啊 谢谢啊 孙院长 那个 我送给你 孙孙 孙孙 慢走啊 徐大夫是刚院长的儿子 这父子俩可是德高望重的 阿玉 阿玉 这下徐大夫又加分了吧 这确实倒是弥补了一下 他妈妈那边的减分项 行了 吃饭吧 你女儿给你带饭了 好好好 廖总那边谁跟进的 这数完全不对啊 这个 冬天回来了 嫂子 我们这儿开会呢 那个 马上完 过来一下 有话跟你说 你现在 你现在就打 现在你别料我 上次过来是 没什么 你这待会儿还得回医院啊 对 跟妈换个班 这太辛苦了 爸怎么样了 醒了吗 醒了 幸亏遇到徐大夫了 要不然还挺危险的 行 没事就好 你也别太担心了 谁也不愿意遇到这种事 什么时候让你同事撤呀 我们这个团建哪 头脑风暴 陈志军 别再装模作样的演戏了 你放心 现在就算你亲自去请爸妈 他们也不会来咱家住的 托云 你算 这么多年 就我 我对你父母 就像对我自己亲妈 亲爸一样 你要这么误会我 我真太伤心了 我还得去医院 你什么时候让你同事走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 掃查一下 我也要聘用 我会打个动作 你怎么找到自己的 你怎么回事 你呢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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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块儿待着干吗呢 不就是想拧成一股神 咱攻克难关吗 对不对 这怎么这就有些人 这就搞特殊 这大晚上这还往外跑 这有多闲哪 我跟你说 平时你们的私生活 我不管 但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特殊时候 知道吗 这以后再有谁 犯一次的话 立马给我走人 我的团队从来不养闲人 来 一张查房了 好 姚姨好 你好 关叔叔 感觉怎么样啊 沈大夫 谢谢您 好多了 好多了 托宁的福啊 来检查一下啊 好 清清 吸气 呼气 吸 呼 听这个 吸气 呼气 各项指标都不错 捧您的福 谢谢 这几天您也够累的啊 麻烦您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关叔叔啊 您做的是心脏搭桥手术 这几天呢 还是要避免剧烈活动 再在医院休养一周左右 您就可以出院了 好嘞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徐大夫 我们想让女儿到您家去 亲自感谢一下 您是自己住呢 还是跟父母住啊 您是独生子啊 还是 行了 行了 干嘛 干嘛呢 你打听这儿徐大夫一丝 一点规矩都没有 真是 真是 刘阿姨 关叔叔 我还得去其他病人的查房 您有什么不舒服 就让护士随时跟我联系 好 那我先走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徐大夫一表人才 儒雅 谦虚 咱家疫情拉到保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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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雨晴 我今天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清风已经跟林杰分手了 清风真的是很优秀 有机会 有机会你就要好好把握 过两天就要出院了 住哪儿啊 也是啊 这咱出去了住哪儿啊 震雷 你住院那会儿晃了一下 可是这都多少天了 怎么没见着他的影呢 行了 行了 有他两个姐姐在就行了 你看非得拆是你儿子不可呀 傅实话 那天 看见震雷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这心里还真挺感动的 行了 不 我告诉你 也就只有亲生的儿子 他才这样哭他亲巴的 你得换一个人试试 你看这大女婿 当时连人影都见不着了 所以说 将来找这个小女婿 一定得找一个如意的 行了 去 我说你都气得心梗了 还这么护着儿子 人家给你块糖吃 你就没得屁垫屁垫的 少走跟前说我儿子不好啊 我那太闷了啊 我出去吵吵气 徐大夫都说了让你少活动 你不是最听徐大夫的吗 那徐大夫还说了呢 得保持心情舒畅 我出去溜达溜达 我心情舒畅 好好好 你慢点啊 我陪你去 可可 你告诉叔叔为什么不吃饭啊 心情不好没胃口 我不想吃 怎么会心情不好呢 医生 叔叔 如果你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 难道不会心情不好吗 你想做什么呀 我想当医生 每天也给病人看病 如果叔叔可以让你当医生 那你是不是就答应了叔叔 可以好好吃饭了 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等我死了你再变 来 该这儿 就答应叔叔了啊 可可 原来你在这儿呢 徐医生 谢谢你照顾他了 没事 走吧 来 徐医生 好有爱啊 刚好路过 看到你跟这个小朋友在说话 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在我们这儿住院呢 最近心情不好 不好好吃饭 看你说你有办法让他当医生 是什么办法呀 你有空吗 有 陪我出去一趟 去吧 你怎么会要抓娃娃吧 对啊 你会吗 这有什么难的 要不要先去买个币 好 好 弹劲 出发 没关系 从小险 太好了 花生 做到 太好了 说不得了 我 感觉 像一下 最后 我 我们回来 好 抓了这么多的娃娃干嘛呀 对见承诺 没洗怎么吃啊 震雷啊 你想好了怎么跟你爸说 想好了 雷雷啊 我觉得你说得对 当务之急呢 是要安抚好你爸 要不然他一生气 站到你二姐那阵营上去 那咱们可真的是 没有花余钱啊 没错 霏霏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下午请了假 去医院看看关叔叔 霏霏 你怎么能随便请假呢 你也太不在意 你的工作了吧 关叔叔他都病了 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一次医院都没去过 连个面都不露 太不合适了吧 你关叔叔又不是说 这一天两天就出院 等到休息日再去 是不是 那个休息日去 你全天照顾他 我跟你爸都没意见 你说你现在请假去 万一公司领导找麻烦 失业了怎么办啊 对呀 雷雷 是不是 爸妈说得对 休息日再去 对呀 我们正打算跟雷雷去一趟 这事呢 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乖 听话 赶紧上班去 走走走 乖 听话 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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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事了 走走走走 拿上你的包啊 孝顺父母一辈子的事情 不负责 一直到伙儿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贝贝 好好睡吧 好好睡吧 等他快点啊 快去吧 连勒 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放心吧 妈妈 我心里有数 小白兔年 我一定能酷 getting 你 我一身 可能还要 学习 好 走走走走走走啊 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了 赶紧休息吧 我跟你说 不如咱们借着这个救命之恩 请徐大夫到家里吃个饭 撤合郁卿和他在一起 怎么样 对对对 把高院长也请上 你没听他说吗 都不是外人 明说西瓜丹玉卿 是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心里还暖恢复着 是吧 爸 我来看你来了 儿子来了 看一眼你看看 你看买什么东西啊 钱自个儿都不够花的 不用老惦记我们 新姐 你好 新姐 老乖 这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把我们给担心坏了 是是 帮我给你弄点石过去啊 老白啊 我听雷雷说说你这手术 做得非常的成功 是 这一下我们俩心里这大石头 就放下了 还有啊 老乖 像咱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啊 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这也算是帮儿女的忙 对不对啊 是是是 那个 谢谢二位庆舅 你看我这事 还是你们给惦记着 是 这说到底啊 这您住院这件事 全赖我们 你说当时这话敢话的 怎么就吵起来了呢 是是是是 其实啊两家啊 都是为了儿女的幸福 你说这一片苦心 它就被误解了 这现在想起来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啊 我们是特意向二位 来道歉的 是 千万别再往心里去了啊 不影响 婚事还是婚事 庆舅还是庆舅 对对对 对对对 是是是 我去下护士站 该打点滴了 好 先往下 对 刚才庆舅说得对 这个事咱们就算翻篇了 以前不是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是是是是是 震雷 快来陪帮我聊聊天啊 快点 来了 就陪老爷子好好聊 我们去看看 嫂子忙活什么呢 行行行 聊 快聊快聊 随意啊 聊了聊了 好 来 再试试吧 好好好 妈 这个证所 好 还是 好 我 好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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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说到我心里 关雨晴那不有辆车吗 她反正那也不开 要不让她把车先给我解决 关震雷 我 我不是不让你来医院吗 你干吗来了 跟爸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合着在这儿等我呢 是不是 爸就是被你气到医院的 房子的事还没解决呢 现在又要车 你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亲爸 我来看看我亲爸怎么了 我不是关家人吗 房子 你照着有你自己的名字 你霸着不给我 可以 我也不卖了 真像你满意了吗 我现在就想好好找份工作 你说你上下班都有通勤车 你平常也用不着 整天到处飞 拿给我开网约车 我既能挣钱又能帮你盘活闲置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帮我盘活闲置 那是我的车 有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总能够把别人的东西 堂而皇之地说成自己的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 别人 对 爸 听清楚了吗 我没有污蔑他 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亲弟弟 也没把我当关家人 你就关镇谁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要干吗 你又要动手是吧 你又又要动手是吧 你又又要干吗 这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呀 大声大声大声什么呀 不是 阿姨来了 上来 关雨晴 上回啊 上回你害我腿差点瘸了 我就没说什么 你现在还要当着爸里面动手 你吓不吓人哪你 我 你 你 你跟他动手了 我 我什么时候跟你动手了 这儿 这儿 在酒吧 震雷的腿 因为雨晴差点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几天都下不来 雷雷可可怜了 爸 我受了多少气 我都一直忍着 我没敢告诉你 我就怕你伤心 那 那你现在的腿怎么样了 现在跑多了 都会岳父岳母照顾我 不然我身子就差点就瘸了 爸 我没打他 你怎么这么能演啊 要不要我买个轮椅配合你啊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那是你弟弟 你当姐姐的 就不能让让他点吧 这不没打他 雨晴 腿舌的事呢 咱就翻篇了 咱不说了 还有啊 震雷结婚 你不想出钱 那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震雷想好好找个工作 奋斗一下 你还不支持 我跟你讲 你这姐姐当得也太说不过去了 是吧 你看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这个姐姐 这是病房 你们已经打扰了病人的休息 请出去吧 徐清风 这又有你什么事啊 这是贵宾病房 这只有我爸一个人 我打扰谁了 这是我们官家的事 现在没你什么事 你不要老插嘴了 你 你出去吧 关枕雷 对徐医生客气 不好意思啊 徐医生 你要有事你就先忙 这边我会解决好的 有什么事就给我发微信 实在不行 我叫保安 爸 你好好吸着 关正雷 跟我出来一下 我不 万一你又打我怎么办 我答应你 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 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不可以 爸 你真的得好好给我做所主 你看他挣这么多钱 你真的要支持这种 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啊 关正雷 怎么着 你背着我们卖房子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爸现在还没出院 你又跑来要车 当着你岳父岳母的面 你虎脚蛮肠 你简直就臭无赖 你说谁无赖啊 你 你说谁呢 别冲头别冲头 你再说一遍 别冲头别冲头 别冲头 你再说一遍 老关就别动 爸 爸 老关 关雨晴 就不能少说两句吗 关雨晴 你不在乎你弟弟的死活也罢 但是你不能当着你爸爸的面 刺激他呀 深呼吸 深呼吸 您千万别着急 老关你就当没听见的啊 都愿我们 都愿我们这个当爹妈的没本事 不是吧 帮不了震雷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爸 雨晴啊 震雷千错万错 我还是哪句话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一个富的 帮忙穷的 你吃点亏也不损失什么嘛 是不是 行啊 行啊 你歇会儿别吵着歇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都不管你自己的身体了 你还向着她 你为什么呀 她就是因为怕你 怕你把她 从那个房子里边轰出去 所以她才想出来 要卖这个房子重新买房 你 这个事不能全怪她 是不是 你是当姐姐的 你就帮她一把 把你那个车先给她 行不行 说了半天 都是我错了是吧 为什么每次一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就要向着她 你只有她这一个孩子吗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关雨晴你说啥呢 你还想认爸吗 你闭嘴 行 关震雷 恭喜你啊 你的目的又达成了 你赢了 车我可以给你 看在爸的分手 也把车给你 行了吧 你还想要什么 你说啊 雨晴 雨晴 别瞬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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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听说你爸住院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在哪家医院 我先来过去 没事 那个 我爸手术做得很成功 他也需要休息 你不用过来了 而且你这两天要飞 你也得要保证睡眠 别管了啊 没事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我这两天请假了 王蔡没跟你说吗 王蔡让我别在这个结果友诚 告诉你 免得你心烦 但是我想来想去 有些事情你知道 总比不知道的好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那你说 趁着你休假这几天 连续主动请英 说要代替你给新的学员 上培训课 小沈跟我讲 领导觉得你家务是太多 飞行运务重 两者不能监管 你也不得了 你回来 我看你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到底是什么 免得了 我这样说 我就是想你要不要 学员 你还不得了 我会给你 那是什么 我可以听到 你老实在 你没听到 你老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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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你老实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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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睡着了 吃了药就睡了 来 今天雨晴啊 肯定又得伤心了 是啊 郑雷跟他吵着定 再加上爸 其实爸心里有雨晴 就是一碰到儿子的事吧 他就不公平了 也不知道他这心 什么时候才能摆正 真是老糊涂了 也不知道他明不明白 雨晴这么忍着让着震雷 那还不是全考虑到 他心脏有病啊 真是 爸呀就是觉得雨晴有本事 多付出一点没关系 可是他忘了 有本事的人也容易受伤 是啊 好 香茶 谢谢 等一下 我 我自己来就行了 把头发擦干 要不然会感冒的 谢谢 卫生间里有我的衣服 你要不介意的话 可以换一下 新的 好吧 里边有吹风机 好好吹干啊 好嘞 还合身吧 可以的 谢谢啊 客气 好香啊 我猜你饿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天都没吃饭了 你平时就吃这个呀 有的时候手术结束太晚了 就吃这个方便嘛 你这么对付 怪不得你妈每天都追在你后面 给你送饭吃 没办法 外配医生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 吃饭只是我们维持生命的 一个环节 有的时候为了省时间 我们早餐吃六个鸡蛋 两块牛奶 这一天就不再吃饭了 六个鸡蛋啊 对啊 而且 如果要一天练着做几台手术 我们 有时候还会用 承认纸尿库吗 那好辛苦啊 所以你们的职业 真的很让人敬佩 我们也喜欢你这样 的患者家属 你弟弟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我爸心脏又不舒服了 我怕气着他 就举牌棋投降了 你爸这次怎么犯的病啊 我弟气的呗 我弟要结婚 把我爸我妈骗出门 搬到郊区去住 偷偷把房子买了 你爸有你这样的女儿 真是他的福气 福什么气啊 我都这么孝顺了 可是他还不满意呢 但凡我爸的感情天平 能朝我这儿倾斜一点 也能不讲道理地 站在我这边 哪怕只有一次 我这心里就能好受很多 能看得出来 你爸确实有点重男轻女 你是从小被你妈当作 手心里的宝 呵护长大的 即使父母离婚了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宝贝 所以你根本就无法理解 像我这种千年老二的苦恼 被当成独一无二的宝贝 也未见到是件好事 其实我姐 不是我妈亲生的 我妈就怕怠慢她 所以事事都想得特别地周到 对她可好可好了 我虽然很羡慕 但是我也能理解 那我弟就更不用说了 三代单船 所以 我怕把她捧的呀 真的是捧到手心里 都怕被化了 但 我还是很感谢他们 把我送到了航校 他们付出了那么多 所以我也觉得 我应该为这个家 多做一些 但即使是这样 我爸和我弟 也不能这样无条件地压榨我 自想到这儿了 我心里好难过 理解 你是在经济上被啃小 我是在情感上被啃小 咱俩半紧半两 有的时候我面对我妈 心里就像采了一头大象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妈想占满你的生活 可是我觉得挺好的呀 起码不偏心 而且那么爱 但我是我自己 我跟我妈是两个个体 她不能把我还当成 像在她肚子里一样 什么事都要管啊 那我们的同病相连盖呗 你这胳膊怎么了 过来 没事 我都没发信 我真没事 坐下 是不是职业品又发了 没事 我自己吹吧 谢谢啊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穿个蝶 这么可爱啊 真没想到 你真的少女心的呀 不是 这 这一个医药箱 是科里的护士给准备了 应该是他们的 是不是 在你们医院 就追求你的护士 特别多啊 没有 要不然 我不会到现在还是单身啊 不用贴 我就这样晾了就行了呀 晾了 你干嘛 我脑袋没受伤 这里想着难过的事也是一种伤 把它贴上了 好好睡一觉 明天就一切都好了 真假的 试试看啊 还挺好看的 不是 我睡哪儿了 我跟你的格局应该是一样的 那个 有一个客房 坐下 好 晚安 我睡觉了 快点 你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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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看 让我去 儿子 着家来了 阿姨好 关雨晴 你 关雨晴 你怎么会在我儿子家 妈 您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我来我儿子这儿 我不是挂号看病 我不用提前预约 这不是都刚起吗 这 您 我不是 刚起 你们俩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不是你想那样 我们什么都没干 阿姨 我说的是这个客户 下次你什么都没穿 就在他们家 他今天穿着你的衣服 睡在你这儿 说什么都没干 你们俩没事 没关系 不是 谁信 你以为你妈没看过电视剧 妈妈妈妈 您冷静点 真的 阿姨 这样 你先别激动 你先喝点水 那个 听我们给你解释行吗 我早就妥协了 我妥协了 我妥协了 我妥协你留在医院了 高建领什么意思 高建领 为什么这些不死 哪怕 为什么呀 儿子 我早就警告过你 她是高建领派来 在你身边卧底的 你怎么不信呢 你怎么不信呢你 关雨晴 你给我坦白 你是不是高建领 派来撤反清风的 妈 关雨晴跟我们家的事 没关系 她昨天在外边 淋了雨又没的钥匙 是我要求她住在我们家的